我一振方之 有什么方法振 放下就振得了 放下才把真正自己找到了 真正自己是什么 是佛 哪一种佛了 阿弥陀佛了 一点都不假了 怎么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呢 可以注意说 一切祝福都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一切祝福的总名号 就是他 我们也可以说 一切祝福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这个说法 大家概念上比较清楚一点 真的是化身 那再进一步说 并法界虚空界 所有一切众生 统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树木花草是 山河大地是 连虚空也是 这样你才慢慢去体会到佛号功德 不可思议 为什么叫你把心 里面 只装一个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心里都什么都没有 你就会开悟了 你就会成佛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从迷到悟 一个秘诀 这是开悟 最善巧 最妙的一个方法 其他方法都比这个复杂 都比这个艰难 这是最容易 最简单 最直接 最稳当 只要你把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真肯干 就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凡夫成佛了 慧能大肆给我们表演的 灵力尽致 他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 不是别的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一下方向 能对一切境界当中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那是全是自信 是自信的 本来面目 起心动念 这才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 变成三拓 不起心不动念 这统统没有啊 是 观金山这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能让快乐 明天是大平 智能 不动念 这些人 用力尽 百分之后 空运 有 就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